中国新年前夕东莞将近百家的大型工厂关门倒闭 外资企业开始逐渐的把生产线从中国移转到东南亚 这些生产成本更低廉的地区 而中国这个曾经的世界制造工厂 现在面临着空情的危机 有专家预估2015年的中国经济会受到很大的考验 2015年一开始 中国就不断传来有大型工厂倒闭的消息 著名钟表企业西铁城在大陆的生产基地 西铁城精密有限公司年前宣布解散 微软诺基亚已经决定关闭在大陆的工厂 把设备搬往越南 在东莞和北京两地的诺基亚工厂 超过9000名工人将面临失业 松下 日本大金 夏浦 TTK都计划把制造基地回前日本 Uniqlo Nike 传景电机 三星等知名企业 也加快撤离中国的步伐 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 去年12月 前日知名手机零部件代工厂 苏州连建科技宣布倒闭 随后连建的兄弟公司 位于东莞的万世达公司和连胜公司相继倒闭 连建科技曾是苹果手机屏幕供应商 后来与小米也有过几年合作 辉煌时有员工2万人 2014年业务则每况愈下 至倒闭前还有3000多名员工 万世达公司和连胜公司两家工厂倒闭时 共拥有员工7000人 美国南卡罗南亚大学谢田教授指出 中国整个经济环境的恶化 商业环境的恶化是加速外资撤离中国的主要原因 其中包括工资上涨 人为的通货膨胀 烂印钞票 严重环境污染 知识产权无法得到真正保障等等 中国大陆多年被称为世界工厂 但目前正在面临新的危机 进入2015年之后 不但出现了外资企业加速撤离中国大陆的现象 而且各种中国大陆的经济指数都呈现疲态 号称中国最大电子产品主要输出地之一 全年无休的北京中关村电子卖场一世界 在过年前九天关闭营业 新唐人记者朱志善采访报道